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耶稣的话凭借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 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确实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哑巴郎的后裔 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 怎么你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 耶稣答复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是犯罪的 就是罪恶的奴隶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却永远居住 那么 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我知道你们是哑巴郎的后裔 你们却图谋杀害我 因为你们容纳不下我的话 我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而你们行的 却是从你们父亲那里学习的 他们回答说 我们的父亲是哑巴郎 耶稣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是哑巴郎的子女 你们就该做哑巴郎所做的事 如今 你们竟然图谋杀害我 这个给你们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 哑巴郎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正做你们父亲的事业 他们向他说 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天主 耶稣回答说 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必爱我 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 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 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 基督的福音 人生最宝贵的权利就是自由 可以自由抉择自己的生活 无论选择的是善或是恶 都有自己做主 不自由就是选择了恶 成了罪恶的奴隶 内心被束缚住了 反思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多少时候我们的选择出了问题 选择的主权交给了事物或事数 自己反而变成了被动 比如 没有辣椒就吃不尽饭 即使医生叮嘱过 也无法控制味觉的渴望 自由选择的主权 正在潜移默化的消失 身外的事物 逐渐成为我们的主人 思域偏情 是我们善用自由的困难 所以改毛病 修德行 一直是传统灵修的方法 从心中修正 是真正获得自由的开始 耶稣所说的自由 既是心中拥有真理 做生命真正的主人 虽然那些信他的犹太人 以亚巴郎的后裔作为宝藏 但是耶稣告诉他们 若不做亚巴郎所做的事 反而图谋杀害耶稣 怎配成为亚巴郎的子女呢 作为天主的子女 不仅是借着受洗 获享救恩 也是让自己真正成为 天主子女的开始 想要真正成为子女 就要固守耶稣的话 认识真理 接纳真理 实践真理 耶稣的话 就是真理 反跟随他的 绝不在黑暗中行走 必有生命的光 弟兄姐妹们 愿耶稣的真理之光 时刻照耀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获享真正的自由 活出丰富的人生 愿天主祝福你 马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